那麼我們先把協助分享放一邊 我們先來看一下 有一個功能大家一定要會的 請問大家有沒有用Google去找圖片呢 有 或者用別的 那請問你都怎麼找 關鍵字 很好 但是有沒有遇過不知道要用什麼關鍵字 這個人有辦法 但是你叫不出那個名 這個畫我看過啊 可是我又不知道那是誰畫的 請問你要問Google 你要怎麼關鍵字 無明示 這樣也是找不到啊 對不對 怎麼辦 要怎樣 請問 你要搜尋呢 其實沒有要搜尋 不太知道齁 來 我們找個Sample來試看看好不好 來 比如說呢 我們在這裡 對啊 真的啊 你就不知道該怎麼做啊 像這個 這裡有一張圖 請問你看到這張圖 你覺得我應該用什麼關鍵字比較好 蛤 衝浪 海邊 衝浪 兒童 卡通 要我 你如果找我我也很舒服 哈哈 要找到跟他比較接近的 你用這樣子找 有沒有發現好像大海撈針的感覺 沒有錯啦 你是可以找得到 也許你爬一爬也許有可能找 但是也有可能找不到 對不對 因為那麼多都符合嘛 搞不好你卡通就出現那個啊 我是比較喜歡看天青哥哥 哈哈哈哈 海綿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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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蛤 我只是嗯嗯嗯嗯嗯嗯 這樣就完成 哈哈哈哈 用拖曳的啊 欸 你有沒有發現跟 以前大家用這個有一點不一樣 在這裡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這個叫做什麼 以圖找圖啦 我就不在意 但是我有一個相片啊 所以網路上有聽過一個名詞 人肉搜索 哈哈哈哈 對啊對啊 尤其是如果你是網路活動度比較高的 這個一定會被找到 哈哈哈 所以不要上網最好 哈哈哈 其實我最近有看到一篇文章 在判討一件事情 如果 哪一天 沒有了FB怎麼辦 蛤 微軟的MSN不是最近就要不見了嗎 我們沒有MSN還活得下去喔 但是現在的小朋友 沒有MSN 叫做以前的回憶都喪失喔 也沒有好朋友喔 哈哈哈 因為他們所有的東西都在上面嘛 對不對 參加的社團 參加的好朋友通通通在上面 照片都在上面 那你的帳號如果是被關掉 或者是FB倒掉了 那不知道該怎麼辦齁 所以 有可能啦 有些人帳號就被封鎖掉了 好 好那我們回到正題來 你看 當我用這樣丟的時候 他就自動幫我判斷你的 關鍵字是什麼對不對 然後有沒有找到跟他類同的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啊 一般我會用這樣的功能主要幾個 第一個就是我想要找到什麼 比如說有的人 他手邊的那個圖片是比較小張的 那我利用這個方式 反正我不知道那張圖要用什麼關鍵字嘛 我就用以圖找圖啊 那我就用這個方式 我就到上面去看看有沒有比較大張的 因為有些時候 網頁上的 我相信各位老師有幾個經驗 或同學有幾個經驗 就是網頁上的圖片 如果你把它印下來 很多時候有時候印出來解析度比較差 因為網頁上本來就是在螢幕上看的 對不對 那你要做比較大張的 你可能就要找看看有沒有 如果沒有那就變成要屈臼一下 好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就是我想要找東西 比如說前幾天我們家 我們在上禮拜在玩 然後就有那個蜘蛛啊 還是有那個有那個什麼 類似蜂苗那個鵝啊 那叫什麼鵝 常常看到啊 在公園裡面啊 那個我應該很多人 我也誤以為什麼朋友蜂苗 台灣沒有啊 對不對 然後有人說那不是 那我就去找看看 我就拍下來 我就丟上去找 那就是你就會找到了啊 所以這裡是一個很好的觀察的方式 或者像學校植物啊 對不對 都可以 那再來當然就是人肉搜索啊 偶爾嘛 查查這個人的知名度啊 對不對 或者你有拍到照片 都可以 好那你可以像這樣去找 那我剛剛是怎麼用的 用脫衣的 老師事實上 脫衣有兩種方法 如果說你覺得 這樣子 就是你在檀案總管 看得到的時候 就這樣丟過來也可以 有沒有 看到的情形啊 可以看得到的 那如果像我是比較習慣就是 這樣子 我就按住 法屬不要放 拖曳 我現在是不是拖曳了 然後就你可以按Alt加Table 有沒有 Alt按著不要放 每按一次 是不是就切換一個應用程式 有沒有 那如果你是用Windows7的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 微軟那個符號 加上Table 看起來比較炫而已 沒有比較好用啊 哈哈 Windows7之後可以用這樣 好那 看你覺得你要用哪一個 好 找到之後放開 包圖我都沒有放開喔 我只有 快速鍵的手放開 你拉上來 他就自動幫你傳進去了 這樣有沒有 對不對 好所以 用這種方式找圖 也是一個很方便的 那他找的其實 這個對我們來講 還有很大幫助 就是說 我不是只有找那張圖 事實上 我可以找到 跟那張圖有相關的網頁 你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有沒有都是跟那個網頁 那張圖片相關的網頁 這樣子的話 對我們才比較有幫助 不是說只要找圖而已 因為有些時候 我知道這個圖片 比如說燈會 我看到這個 這張照片 可是我不知道這張照片 它的背後的故事是什麼 或者相關的那個資源 你就用這種方式找 好 那這個是像這樣子 那麼 如果你是圖片的 也沒關係 假設你就給他一個關鍵字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這樣子 你看喔 比如說我爬過去 找到關鍵之後 我想要發現說 我那個是這一張 那我想要跟他找類似的 這個可以這樣直接丟進來 沒有用過這個 比較少 不過各位老師 跟同事要注意一下 請不要用IE 所有人都可以用 就是不能用IE 因為IE不支援 好不好 所以請你用Google瀏覽器 或者是火虎 或者是蘋果的 Opera 那個Suppery 或者是Opera也可以 就是不能用IE 好不好 給各位試看看喔 所以找圖的方法呢 你可以像這樣去 稍微嘗試一下 那麼我們順便再看一下 你除了用這種圖片去找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要抓螢幕上的畫面 對不對 那你可以用我們剛剛跟各位 資金起來 這個叫PickPick 你點左鍵或右鍵都可以 假設呢 您要抓的 比如說是學校的這個首頁的話 我們從這邊點左鍵 都是中文的對不對 沒問題喔 螢幕截取 它就有提供很多種方法 很多種方法 那事實上大家最常用的 這個應該就是這個矩形區域 矩形區域 我把它點一下 這個時候呢 你的游標會變成一個十字 你就可以在你要的地方 按住拖曳也好 或者點一下放開也可以喔 按住拖曳 有沒有看到 他有告訴你 右下角有一個數字 告訴你說 你抓的那個範圍大概多大 好 比如說我走到這邊 OK 我就放開 是不是就抓進來了 那這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這些工具 有一個巨箱 實際上它這個 就有點類似 我們那個小畫家的感覺 它上面呢 有這些圖示 你看我最常用的 其實是像這樣子 這個是框 比如說我就把這個框起來 有沒有 這個都還可以編輯喔 有點類似握著 裡面那個叫做 繪圖工具鏈 那 只是呢 像我最喜歡的 就是像這種 因為這個箭頭 不是只有這樣 還可以這樣 就很方便都弄好了 因為你在我裡面要用 老實講 比較不是那麼容易 那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複製起來 好 然後就可以看你要貼到哪邊 比如說我要貼到這邊 清真 不好意思我們家沒有Office 我們用的在LibreOffice 門擠耶 趕快跟OpenOffice意思是一樣的 好 那我就貼進來了 那麼 有可能你還需要再抓其他的畫面 比如說 我就看到其他的囉 現在比較少去Yahoo 看看 好 那一樣 事實上他這個都有快速鍵 再來我就一樣用這個 矩形區域 好我就把我要的 把它框起來 來 是不是就進來了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有哪些比較重要的畫面 或者是比如說你有那個登錄帳號密碼的 還是有些姓名啦 Email電話 不知道讓人家知道的 我們可以用這個 對不對 馬加很低調 這個圈起來 這裡就有馬賽克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那個畫面需要啊 我們的畫面需要就是把一些重要資訊藏起來嘛 你就用這個圈曲把它宣好之後 就是馬賽克一下就好了 這個就不用再什麼軟體了 還那麼麻煩 對不對 這樣就解決了 那當然這裡面還有其他工具 你有空再試看看 那當然你如果要這邊再調整大小也可以 就是你抓下來之後 你發現哇 抓下來網頁比較大張啊 可是我放到那個裡面可能太大張 我就來這邊再縮小一下 那好了之後呢 您可以直接複製 也可以直接存檔 都OK 所以像這樣呢 我就可以把它貼到 我們剛剛新的文件裡面 好那貼過來之後 我們順便看一下 剛剛我們有抓過第一張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第一張還在 這樣比較好用一點吧 因為有時候我們這張還要再用到 如果你沒有在這裡就完了 就要重抓一次 對吧 有些時候那個剛好 那個過去的你就抓不到啦 就比較麻煩 所以你只要軟體沒關掉 好那這些抓過的畫面都會在 這樣使用上就比較方便一點 好比較方便 另外當然它還有提供一些功能 包括了像你看這個白板 我剛剛我們不是都會在上面畫來畫去的嗎 我不是用這一隻 但是它也有這個功能 它也有放大鏡的功能 好所以這個是額外的給大家參考一下 另外可能有機會老師會用到就是抓整個網頁的範圍 也就是說比如說我們網頁這個是比較長一點點 對不對 那你要把整個網頁抓下來 如果照我們這樣區域的抓 你就要分好幾次才會把它抓完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直接把這個捲動視窗 有沒有捲動視窗 那點了之後呢 你只要告訴它你要抓的是哪一個視窗 它就自動把你整個網頁都抓完 這不見得只有網頁喔 有時候如果你是文件你想要這樣也可以 就是有捲軸的那一種 有捲軸的 所以我現在呢選好之後 你看它是會出現一個框框 你就看你是哪一個框框 按下去 它就做它該做的事情 有點太長齁 好抓完了 進來 我把那個檢視比例說小一點 這樣真的是完整的一頁吧 有沒有 自己抓 在那邊縫圖 還會縫錯喔 對不對 那個沒有對好的話比較麻煩 但是這個就比較方便 你抓進來之後 你可以自己再去怎麼樣 再去看你要哪一塊自己再抓也可以啊 對啊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的這個pickpick 跟google找圖的方法 那你了解這個方式之後 可能您在做這個成果的網站 或半期網頁上 那找圖片的部分呢 就會相對比較容易一點 OK 好 那我把他們還給您